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新了一份发展中国家或地区的名单 印度被除名 美国究竟此举何为 印度一直都梦想成为一个发达国家 前一段时间 网上盛传印度2020年将成为超级大国 很多印度人欢呼雀跃 终于实现了这个长久以来的愿望 只可惜 其他国家只把这一言论当做一个笑话来看 并没有谁真心认为 印度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 更别说是超级大国 然而近日却有消息传来 称印度被美国从发展中国家除名 再度引起了一论网络狂欢 美国人并没有再斗印度玩 据报道2月10号 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更新了一份发展中国家或地区 和最不发达国家和地区的名单 其中印度确实被美国从发展中国家或地区中除名 看到这里 印度或许真该吹吹牛了 美国把我们排除在发展中国家之外 已经承认我们印度是发达国家 而隔壁中国是发展中国家 我们印度已经远远赶超中国 难道印度真成发达国家了吗 谁都想得到 现在印度当然是当不起这个名头的 那么美国究竟此举何为 从报道中我们还可以了解到 此次美国一共取消了27个国家或地区的发展中国家身份 除了印度 还有阿根廷 巴西 哥伦比亚 马来西亚 新加坡 南非 韩国 泰国 乌克兰和越南等 原来印度并没有受到美国的特别关照 既然如此 美国又是为何要取消这些国家的发展中国家的名头呢 其实美国自然是要做出一些有利于自己的行为了 之前何为发展中国家 何为发达国家 世界经济贸易组织WTO的标准 主要是人均经济总量和GDP 有发展中国家身份的国家 将在国际贸易中享受发展中国家独有的待遇 美国此次将27个国家排除在外 无非就是想让他们同美国一样 拥有同等的贸易地位 实际上早在去年 美国就曾撤销印度最惠国待遇的身份 无疑会给印度带来很多经济损失 遭到印度的不满 这一次 美国也是抱着目的而来 而非真的承认了印度的国际地位 印度再次中招 真该感到担忧 而不是高兴啊 有分析认为 或许是因为此前 印度与俄罗斯就S400导弹达成协议 不合美国的意了 美国要借这次机会搞搞小动作 给印度一个警告 美国还能就此 在今后的贸易活动中获利 何乐而不为呢 至于为什么中国没有被排除在外 美国又怎么愿意就这样承认中国呢